现在介绍是305的两人房型号 他两人房的 应该说装潢的一个色调不太一样 但是都是固定 都是有家大的床 还有大大的浴缸 那进来的时候 记得这边按一下 车库的灯就亮起来了 然后上面就是房间的部分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间305 完全不同的风格 好 这边也是开关 如果下去的时候车库没有亮 从那边按下去 楼梯以及车库 他就会亮起来了 那一定要先进来插卡 感应插卡 他这是木质的地板 这间的话不一样 这间是地毯的 所以说如果你比较在乎 有的不喜欢地毯的 那可能就告诉他们说 我不要地毯的房间 因为有的是木质 有的是地毯 像这间是地毯的 房间的部分都是非常宽敞的 超大的房间 都有12平大 这么大 这间的风格又不一样了 这间有鸟 这算是在森林里面的感觉 有鸟 有猴子 这间不同 完全不同 好 可以看到这间也是一个躺椅 有的是装鞦签 有的是躺椅的设计 这个是躺椅的设计 然后都是有大大大的浴缸 这个还有户外的感觉 可以看到外面 欣赏一下盆栽 这样看一台厕所都是每一间都是非常大的厕所 这是躺椅的设计 不是每一间都一样 所以你可能如果想要喜欢什么 也不见得当天会有 你可以说你希望 但是不见得你要就一定有 也要看当天的房况来看 免质的马桶 这边备品都有 一样的备品 都有鲨鱼夹 沐浴巾这些都有 然后这边两能房的话 都一定还有饮料 应该说矿泉水 还有茶包 咖啡包 以及泡面 下面也有冰箱 有冰箱可以冰冰凉凉的饮料 可以去外面买回来冰的里面 有点喜欢喝啤酒 可以冰起来的 好 那这间的两能房 它的风格是305的风格 是地毯的 所以你如果有什么不喜欢地毯的 可能要特别再跟他们说一下 305是地毯的一个设计 好 看一下房间都是超大的床 超大的电视 超大的厕所 这边特色就是这样子 就是睡得很舒服 大大大的空间